聂怀桑的状态明显有些不对劲 魏无羡与蓝忘机对视一眼 线下也不敢去动他 只能引导他走出来 看看能不能有所改变 若是真的不行 也唯有强行打断 将他打晕了 魏无羡对蓝忘机使了个眼色 他心领神会 问道 行路领上的石宝内 有什么 聂怀桑好一会回不了神 有种迷瞪的感觉 见此 蓝忘机不得不下猛药 轻斥 聂怀桑 你的刀呢 这句话 犹如石破天惊 在聂怀桑脑海中乍响 这是 大哥 聂怀桑猛的一个机灵 像是突然清醒过来 又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 他只是出了会神 他有些恍惚 看了看身边的环境 又看了看蓝忘机与魏无羡 思绪总算是回笼了 他色然的道 刚才那声音 蓝忘机面色不变 淡漠的道 是我 聂怀桑点点头 也不失望 他知道的 那不可能会是他大哥 当初的兽衣 是他亲手为大哥穿上的 他大哥是确确实实死了的 怎么可能还活着呢 活着 嗯 他忽而眼前一亮 匆匆问道 魏兄 你现在是 魏无羡知道 他问的是什么 直白的道 灵体 聂怀桑眼中的亮光更甚 魏兄是如何 嗯 修得灵体之深的 若是我大哥 可能休息 若是大哥能休息 哪怕付出再多 他也愿意勉励一事 他了解魏兄 绝不会狮子大开口 难就难在 魏兄可愿传授 魏无羡道 不是不肯帮忙 只是他还不确定 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 若是真的 碎成一块块 怕是无法转修灵体 他直白道 灵兄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只能说 待之后 寻到赤丰尊后再回你 聂怀桑不解 为何 魏无羡难得的有些不忍 但还是据实已告 他道 你可知赤丰尊的左手 为何生乱 为何举你 聂氏全族之力 都无法压制 聂怀桑瞪大眼睛 你如何知晓 魏无羡高深莫测道 只要我想知道 没有什么是不知道的 聂怀桑脑子灵光 想到了那些阿飘 浑身一个哆嗦 磕巴地道 魏兄 不带那么吓人的呀 你 这可有 魏无羡无语得很 这个聂怀桑十三年过去了 胆子一点没变大 他也无心吓他 道 没事我召唤他们干嘛 有时间派他们出去 打听消息不香吗 聂怀桑松了口气 没在就好 没在就好 对了 你还没说呢 我大哥左手怎么了 魏无羡正色道 聂兄 你要做好准备 我说的话 你可能一下子无法接受 但是务必要冷静 我可不想你入了魔杖 聂怀桑深呼吸 他可以的 你说吧 我能撑住 魏无羡道 若我猜测得不错 赤丰尊是被五马分尸了 连同魂魄一起 他们分别被镇压在各处 之所以要分尸 应该是有人 想将赤丰尊炼制成凶尸 像温宁一样的凶尸 只是那人估算错了赤丰尊的强大 不得不分尸 分魂镇压 以求万全 灭怀桑悲愤嘶吼 大哥 蓝旺基 在魏无羡开始说正事的时候 便已经布下了隔音符 好在他有先见之明 不然这会怕是要被围观了 金光瑶 咬牙切齿的声音响起 是要手刃仇人 不 他要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在这之前 他要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等赎清了罪孽再结果了他 聂怀桑栖身一跪 恳求道 求魏兄救我大哥 求韩光君为我大哥超度 魏无羡被聂怀桑的这波操作给整愣了 这是聂怀桑 聂怀桑给他下跪了 现在他可是聂氏的家主啊 为了他大哥 聂怀桑这是连面子都不要了呀 也是 还有什么面子 他现在在外的形象 可不是废物浓包吗 看都把人逼成什么样了 这个先读好 真是好本事啊 魏无羡扶起聂怀桑 道 聂兄何必行此大礼 此次我与兰站过来 不是兴师问罪 而是来谈合作的 既然要合作 那自然需要了解聂兄意欲何为 既然聂兄坦诚相待 那么我们继续吧 其他的 我不敢保证 最坏的结果不过是超度 不知聂兄能否接受 聂怀桑感激道 有魏兄这句话 我便放心了 蓝旺基淡然道 聂宗主只为复仇 还是为解救赤丰尊 聂怀桑道 复仇我自己来 但是有关于我兄长的事 我真的不擅长 只能请韩光君与魏兄帮忙 则各了 魏无羡表示了解 好说 赤丰尊我能给你找齐 但是我也有条件 聂怀桑洗耳恭听 魏兄请说 魏无羡言诉道 我不管你在算计什么 但不得牵连无辜 我所指的无辜之人 有哪些 我想你该是清楚的 你应是不应 聂怀桑毫不犹豫道 应 但凡能选择 我也不想牵扯无辜 至于那些不无辜的 就等着被清洗吧 魏无羡汉首 另外 咱们的先都大人 你可别给我弄死了 我找他还有账要算呢 聂怀桑道 可以 定然会留他口气 给你好好算账 魏无羡满意极了 他道 那么 合作愉快 聂怀桑毅然 魏兄 合作愉快 蓝忘机见他们达成了共识 开口道 聂宗主可否说说 赤丰尊的死音 聂怀桑神色晦暗不明 但还是选择说 他相信韩光君的人品 他道 在此之前 能否劳烦韩光君 帮忙鉴别一首曲子 蓝忘机轻点下河 道 可 聂怀桑拱手 有劳 蓝忘机示意他 可以开始了 聂怀桑也不再废话 从储物袋中拿出一架琴 新手辅弄 一首喜话便从他指尖流出 魏无献策耳倾听 这不是蓝氏的绝学喜话吗 聂怀桑是怎么会的 择无君所传吗 蓝忘机愕然 这是喜话 不对 中间有一段是错误的 感觉有些熟悉 但是在哪里见过呢 一曲终了 聂怀桑也不收回琴 而是看着蓝忘机 问道 韩光君可有觉得哪里不对 蓝忘机答非所问 聂宗主是何处习得辞取 聂怀桑摇头 他道 我本不会辞取 这是金光瑶为我大哥弹奏时 我路过时 无意间所听到 当时并未在意 但在我怀疑了金光瑶之后 我细细回想 日日回想 终于被我弹奏了出来 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对 但是我不敢询问蓝氏之人 也不敢露出异样 只能无奈地独自尝试 我试了三个月 一无所获 还是经过长老提醒 用上了灵力尝试 如此这般 不过几日 陪伴在侧的长老 突然觉得气血翻滚 刀铃暴动 也正因为如此 我才确信了下手之人是谁 蓝忘机簇眉思索 片刻后方道 脸方尊的喜化可是兄长所受 聂怀桑忍住翻白眼的冲动 不然呢 蓝忘机神色不见喜怒 然而魏无羡却明显地感觉到了 蓝湛生气了 魏无羡有些幸灾乐祸起来 他在想 泽物军怕是要倒霉了 蓝湛生气的后果 很严重呢 他幸灾乐祸的同时 他也不免心疼自家小仙君 对造成这件事的始作俑者 有些不待见了 看来泽物军这是欠操练啊 他该如何坑人 蓝湛才能不生气 反而乐见其成呢 这是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 蓝忘机道 中间有一段是错误的 灭怀桑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 他就知道 那人是诚心 想要大哥的命 只是不知道他掺杂的那段旋律出自哪里 灭怀桑十分之光棍 想知道就问 韩光君可知道这是什么曲子 蓝忘机摇头 不知 灭怀桑也不失望 哪能什么都顺心顺意呢 不知道就继续查吧 查出就能做好防范了 总不能留下隐患危害族人 灭怀桑道 无妨 我会接着查 若是查不出也没关系 有其他的证据足矣 蓝忘机心道 你没关系 我有关系 若他所料不差 那曲子出自蓝氏的禁书室 若真是如此 兄长怕事 蓝忘机真的是恨铁不成钢 怎么就那么相信金光瑶呢 金光瑶要想潜入禁书室 是有前提的 前提条件就是拥有高等级的身份令牌 禁书室除蓝氏嫡系不得进入 除了叔父 兄长与他 也就只有手持他们副令的人才能进入 可副令是能随便给出去的吗 就连道旅都不一定能拥有的副令 兄长就轻易送予他人了 这可是宗主的副令 兄长这是要将蓝氏送予蓝灵金事不成 他这个暴脾气 等回家就去收拾兄长 免得他继续霍霍云深不知处 嗯 揍一顿 关起来 他觉得寒碳洞不错 适合提神醒脑 魏无羡接过话茬 继续道 聂兄 和我们说说你掌握的证据吧 还有你的那些后续计划 可有什么是需要我与蓝湛配合的 聂怀桑对于魏无羡的主动 心下欢喜 忙不迭地将他所知道的事情说了一遍 说完后又说了他的后续计划 如此这般 后世修建名垂青史的三人 就在这茶馆定下了B都计划 计划商量完 魏无羡将自己麾下的一员鬼将 阿飘 小姐姐借给了聂怀桑 希望计划能顺利进行 鬼将小姐姐能潜入密室 搜集更多的证据 事情商议完 魏无羡也有心情处理其他事情了 他想到了行路岭的石宝 问聂怀桑道 聂兄 说说石宝的事吧 那石宝内到底埋了什么有趣的玩意 聂怀桑看着魏无羡趣味的眼神 明白那人大致是知道里面有着什么了 也是 有什么鬼能躲过魏兄的探查 聂怀桑沉吟道 这是光我聂氏密心 还望两位能够保密 蓝忘机汗手 可 魏无羡笑道 聂兄放心 我魏无羡的嘴还是很严实的 聂怀桑也笑了 这修介若还有什么人能得他信任 那便为眼前两人了 他道 两位的人品聂某字是信的 行路岭的石宝实则乃是我聂家的祭刀堂 魏无羡若有所思道 祭刀堂 难道里面数量可观的灵体居然是刀灵吗 聂怀桑一点也不惊讶 反而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 他道 是的 灭是历代族人所配之刀都在祭刀堂 魏无羡一语重地 这是让邪碎与刀灵相互制衡 聂怀桑汉手 讲述起祭刀堂以及吃人补的由来 原来这祭刀堂也就是传闻中的吃人宝了 那伙盗墓贼来到清河 伪装成猎户 进了行路岭便没再出来 不见尸骨 便有人谣传他们被岭中怪物吞食了 后来石宝建成 新的迷阵还没设好的时候 又有人无意间路过看见了他 幸好所有的石宝都没造门 他进不去 但是下岭之后 他逢人便说 行路岭山上有一座诡异的白捕 吃人的怪物肯定就住在里面 我们家想着 把谣传闹大典也好 这样就不会有人敢靠近那一带了 便添油加醋 弄了一个吃人宝的传说出来 但他确实是会吃人的 蓝忘鸡心道 这些佩刀是祖宗啊 魏无羡比蓝忘鸡直接 心中这么想便也就这么说了 他道 你家这些佩刀可真是祖宗了 这一个不好可是要出打乱子的 聂怀桑深受其害附和道 可不是吗 除碎习惯了 无碎可除就要捣乱 生事 又不能容了 只能想出这不是办法的办法 也好让他们安静下来 魏无羡挑眉道 这供起来怕也不是长久之计吧 聂怀桑经他提醒 眼前一亮 恳求道 不知为兄可有破解之法 我也怕天长日久 这些小邪岁也满足不了各位祖宗了 届时便是我蔑氏的灾难 魏无羡心道 不知你蔑氏 怕是整个修界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他也不矫情 这对于他来说 不过举手之劳罢了 蓝忘记看着魏无羡 心道 魏英又开始忽悠人了 想进石宝就名言呗 想来聂宗主不会不允 魏无羡道 我可以帮你 但是 我要进了石宝 看过具体情况之后 才能确定要如何做 聂怀桑响也不想得到 这有何难 两位请 我们这就去行路领一趟 魏无羡收了手中的瓷瓶 悠哉悠哉地站起身来 对蓝忘记道 走吧蓝战 我们去见识见识 聂室的祭刀堂 蓝忘记汉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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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